民眾黨主席柯文則對蔡政府執政多有批評 眾所周知 不過正回去拋出延續蔡英文兩岸外交軍事路線 引起議論是否打臉自己 在民進黨的包袱之下 我認為蔡英文總統可以撐到這個地方OK 所以實際上是美國也是這樣認為 但是對我來講我沒有民進黨的包袱 所以更比他更靈活 強調自己沒有包袱 畢見六成民調希望兩岸維持現狀 柯文則要在大選中取得更多選票 勢必不能走極端路線 不要蹭不到國民黨要蹭民進黨 民進黨目前來講 對你柯文則認知得非常清楚 不會再被你騙第二次了 怎麼看柯平說他的軍事外交 維持蔡英文路線呢 面對柯文則搶綠選票 忙著為小基助選的賴清德 被媒體喊話沒有回應 藍白分裂後 外界一般認為國民黨將操作棄保 邊緣化柯文則走回藍綠對決 今天這個棄保應該是棄藍綠保台灣 你們真的還要再回到過去 藍綠那個兩極對抗那個漩渦嗎 相較藍綠平走地方 缺乏組織動員的柯文則 集中資源猛打空戰 選前37天開張直播頻道 揮舞第三勢力旗幟 爭取選票極大化 新章電視齒千里 劉茲瑩 台灣腿報道